随着大陆推出各种政策优惠 离台湾只有68海里 也就是大概125公里的平潭岛 也成为了部分台商投资大陆的首选 过去呢平潭对外交通相对不便 开发较少 但是在大陆投入资源 新建连接福州的高铁之后 开始有台商进驻平潭 抢占先机 那现在可以到石头会唱歌 石头会唱歌这个是 台湾年轻人创业的代表 盘点11黄金周期天假期 大陆平潭旅游行业狂赚7.3亿人民币 总共接待了85万人次的游客 对比2014年游客翻了5倍之多 因为这些年来平潭的基础建设大大改善 2018年平潭全年游客人次达到484万 其中有2.97万人次是台湾人 今年以来我们接待了将近6000多人 来自台湾的游客 那么这个同时也是我们招聘台湾导游的 其中一个出发点 正在施工当中的平潭高铁站 总投资26亿人民币 占地面积316公亩 成为数百万游客进入平潭岛的第一站 这里也被平潭当地政府规划为 未来新城区的核心地段 去年来平潭旅游的人口将近500万 在这里到时候开通之后 肯定有800万的人口来这边 看好未来平潭火车站的百万人流商机 台商吴正言提前卡位 他在平潭火车站附近修建了商业综合体 即旅游休闲购物商务等多种业态为一体 总投资金额超过10亿人民币 总面积40万平方米 约末12万平左右 一期工程基本上都已经完工了 然后预计大概一年半之后交付使用 综合体一期目前有80多家厂商签订入住协定 其中台商有30多家 此外根据平潭 今年9月份刚颁布的对台优惠政策 吴正言打算将综合体打造成台湾青年的创业基地 为台湾青年提供租金全面 全程保姆式的服务创业环境 就以我台湾人的角度来讲 我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或者欠缺什么 这里有什么不足 所以我就这些来服务他们 让他们更快的人适应这边的生活 2013年吴正言直升艺人来到平潭考察 当时平潭就是一个大工地 到处都在开发建设 他在平潭规划馆当中看到未来的蓝图 对一张白纸的平潭有了美好的想象 我觉得这样的环境更适合我们在这边发展 2014年吴正言跟朋友在平潭成立了公司 开发房地产经营国际贸易 平潭政府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扶持力度 企业办公室在这边大概占地接近2000平方 然后在这里也享受了三年的免租金政策 历经多年的开发建设 平潭往昔的荒滩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城市街区 作为平潭大开发的见证者 吴正言看到新学校 新公园 新医院的落成启用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平潭尽管还在大开发大建设 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得也相当不错 平潭这边的生态非常好 像前面这座湖 曾经我跟公司的员工到那边去捕鱼饶虾 而且抓了非常多 这个经历让我非常难忘 在平潭台商协会里面 吴正言找到许多一起为梦想拼搏的同乡人 今年7月份他当选为新一任平潭台商协会会长 激起向台商推介平潭的政策商机 为台资企业投资平潭牵线大桥 包括不是会员的台商协会的人 在这边生活的人他都愿意乐于服务 而且帮台气台血台青取决了很多问题 台商李红君来自高雄旗下的文创观光工厂 已经有30多年历史 他本来准备把分店开到福州 但在吴正言的多次鼓动之下 决定把投资金额1000万人民币的大建设放在平潭 也是基于他的协调积极的努力的态度 感染了感动了我 而造成说起码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台湾的乡亲的氛围 除了李红君还有30多家台资企业 在吴正言的鼓励之下在平潭落脚 平潭台湾协会在他的运营之下 他对台商的服务也更加的细致贴心